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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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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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一定戴 现在有些家长就是不喜欢戴口罩出门 离开的同时也希望疫情赶快好起来 因为疫情实在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正好家里的东西吃光了 去一下超市 看一下食品物品的供给情况 现在是进来了 然后刚才工作人员说不让开设 我就只拿了手机进来 说粗畅的供给还是非常的痛苦 问了一下 现在消毒水和口罩也是营销制空 人手一口罩 大家都在口罩 看着每天增加的疫情人数 真的很难过 但是我相信 这场危机我们一起努力 终将会过去 请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和科学家们多点时间 不求大家为这场疫情做多少贡献 但求大家不添乱 不串门 不聚餐 平时要勤洗手 多通风 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出门一定要记得要戴上口罩 加油湖北 加油中国 加油湖北 水里边真的不重要的 酷刀 水里边 水里边 赞 水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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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边